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老謝看世界 那麼在這個禮拜當中 我們看到全球股市都在一片下跌當中 那麼主要的關鍵是 來自在5月22號的伯蘭克 在國會的聽證之後 那麼他疫情 那麼美國的量化寬鬆的QE 可能會逐漸的退場 這個話出來之後 引導日本的日經指數 在5月23號重挫1143點 那麼此後全球股市開始進行 比較大的回檔 這個回檔到今天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最大的回檔的源頭 是日本的日經指數 那麼他從最高的15942.6 那麼到了禮拜五 最低盤中跌到12548.2 這個跌幅已經是達到3394.4的 換句話說 日本股市從最高5月23號的回檔 到現在為止跌掉21.29% 那麼日股的回檔也帶動全球股市 相繼有一個比較大的拉回 我們來看美國的量化寬鬆的退市 那麼從公布減債到落實購買到加息 那麼大致上有幾個關鍵日 可能大家要注意的 從6月18到19號 FOMC的理事會 有沒有進一步的決議 會影響未來世界的整個貨幣政策 另外7月30到31 另外9月17到18 10月29到30到12月17到18 大致上在今年也是五次 在聯準會的議席的會議當中 可能會決定美國的量化寬鬆的政策 這個政策到底會不會退出這個市場 全球矚目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聯準會大概有12個 具有投票立場的聯準會的委員 那麼有鷹派 有鴿派 那麼大家看法不同 比較強烈鷹派認為美國應該 立刻要退出現在的量化寬鬆政策 比較溫和的人認為說 應該逐漸的減少購債計畫 但是這個對全世界來講 都是知識體大 所以現在對伯蘭克來講 它也是面臨重大的場考 但是從1936年的 我們看到在弘火 在羅斯福當總統的時候 在1929年之後 一度量化寬鬆 靠著印鈔票撐起來的經濟 在退場之後又造成二次衰退 那麼現在有歷史因件 那麼在這次由布蘭克所主導的QE 大致上會比較順重 那麼這個順重看起來是 以目前整個市場的調控機制來看 在QE的退場 那麼可能性不是很高 我們來看到目前為止 全球股市 大致上這些比較新興的 周邊的市場漲幅都大 但是有一些大家比較顯著知道的 今年的巴西股市 大概已經跌了14.6%了 而俄羅斯跌了13% 那麼金鑽四國當中 大致上今天表現都相對的不好 所以這也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輪的回檔 除了美國的聯準會的量化寬鬆之外 在聯準會要退場的心理因素之中 有一個我們可要特別注意 在美國的10年級的公債殖利率 最近是上了2.1124 那麼這個是相對來講 從在1.64左右開始往上 比較顯著的攀升 那麼這個攀升 也引導大家的恐慌 也是造成日本股市 大物非常的關鍵 在上一週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 在10年級的公債殖利率 將近1% 那麼這個1%也引來市場上 相對的一個恐懼 所以在這一週當中 我們先來看幾個指標 一個日圓 從103.7號之後 現在回檔 那麼在禮拜五 它盤中到了96.4 所以從103.7號 這個回檔拉回幅度相對是大的 那麼在入金指數的部分 現在有幾個關鍵的 現在這一次13000點輸送 下一個抵抗區 大概在11800點左右 從15940號 這個是連續的拉探底的 動作是大的 所以如果用長一點時間來看 日本的股市 從最低的8000多點 8288 一路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它的回檔是大 但是日經指數它的累積的漲幅 非常大 將近八成 那麼這一次回檔20% 大事上也不夠分 但是美國股市到目前為止 還是在15000點以上 它在這個禮拜盤中拉回到14855 但是相對來講 美國股市還是中流砥柱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 在禮拜四晚上 美元指數剎低到81.49 那這個主要關鍵是 日元的回升所造成的 美元的相對的貶值 那麼這也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日本對全球股市 所帶來的調整還是非常地大 而東協市場當中 這個禮拜影響最大是菲律賓股市 它從最高7403 那麼現在在禮拜四盤中跌到6404.93 跌掉了999點 等於它跌幅13.74 除了日經指數之外 菲律賓股市在這個回合 相對跌幅是最大的 所以也是我們看到漲得多 相對來講會有相對大的回檔 那美國在公布ISM服務業的指數 現在也還在低檔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全世界有一個共識 看到經濟指標壞消息 股價反而會上漲 但是看到經濟指標好轉之後 股價會下跌 因為大家把現在的基本面 跟QE開始在連結 那麼這個連結 對未來股票市場有一段波動 那麼這是大家可能要去注意的 那麼在這兩天 我們看到歐元區所公布的 消費信心指數 也大致上還在低漲 那麼這一些都是看起來是 會影響目前的量化寬中政策的退場 那現在比較 在這個禮拜當中 比較受到大家主意的焦點是 現在在歐洲的太陽 它決定對中國採取 雙緩的規範 雙緩當中 現在臨時的稅率是百分之11.8 那麼兩個月之後 如果沒有雙方談到一個結果 會達到47.6 如果祭出47.6的緩清消稅 對中國的太陽燈產業 是帶來重大傷害 但是中國也不是省油的燈 那麼在歐洲提出雙緩之後 現在中國決定對歐洲的紅酒 來課徵緩清消稅 那麼這個大概它的產值在104億美元左右 所以對歐洲來說 現在的整個雙方 你來我往在目前的中國跟歐洲的 現在的整個關稅貿易的戰爭 已經開展了 那麼這個開展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歐洲有 對太陽能的緩清消 那麼中國開始對紅酒來課緩清消 那麼雙方之間最後的談判 也會影響台灣的太陽能產業 這是我們在這一週當中 所看到比較顯著幾個面向 那麼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 保德系的投資長 宜瑞雲宜投資長 那麼跟我們老朋友鄭清文先生 來針對整個國際金融情勢 跟現在的產業面 尤其在這個禮拜所召開的 Computex現在的電腦展 所帶來的一些訊息 那麼來分享給大家 我們請我們宜兄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主任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清文兄 宜家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現在我們先從這個大環境來看 我剛才大概把目前的整個環境情況 稍微做一個沙盤推演 我們看到大致上美國的量化寬鬆 給全球的投資人 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那麼現在這一次這樣看就是說 這一次回檔比較多的都是 在這個地方有個轉折 也就是說過去漲得多了 比方說去年我們看到Apple 它漲十幾年 突然之間都跌到40% 今年開始黃金跌了 然後澳幣 紐幣 加幣 南輝幣這種 漲了十年的東西 今年大概都有拉回 最近開始全球股市進行回檔 這個回檔得多 像過去最紅的金磚四國 巴西 俄羅斯 跌幅都大了 我們看到最近跌得大了變東協國家 這樣一個在投資的轉折當中 我們看未來的投資情勢 在六月份所出現的 因為QE所造成的全球股市回檔 這樣一個衝擊 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整個變化 謝謝市長 我想 其實我們比較不擔心整個的大環境 我想在市場上 我們比較擔心是說 弱勢股持續破底 如果漲得非常多的做一個拉回 通常我們一般會把它當成 是一個獲利回途的這個 可是現在以整個 全世界的狀況來講的話 我想基調跟過去兩年 其實沒有大大改變 經濟基本上是一個 比較溫和的復甦 但是貨幣政策基本上還是寬鬆的 我想我今年四月份剛好在印度開會 那時候我們在談 整個全世界的經濟狀況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中國在那時候 公佈第一季的GDP不到80% 結果當天中國股市重挫 所有人都非常擔心 中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可是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中國股市反而是全球主要市場裡面 表現比較好的一個市場 這也就是說當預期降低了 那麼市場就不太容易 有太差的表現 所以最近假設大家對這個 寬鬆的貨幣政策 有一些比較擔心王景說的方向 或者說大家對經濟未來的成長 也許不會再那麼的亮麗 我覺得它就會回到 過去兩三年的狀況 就是經濟溫和復甦 但是它的資金面就會完全的支援 重點在於說你要不要相信政府 我想是各國的政府 那過去兩三年我想 現在都是政府在幫你做出 對 全世界的政府在過去兩三年 一直在告訴我們 它不會讓整個的經濟或整個的市場 產生大幅度的崩底 那麼他們也有這樣的能力 這樣的意願去支援整個市場 所以我想對整個大環境 我們倒是不擔心 就是一個獲利回途的壓力 漲多的當然就跌得比較多 可是漲少的 可能回漲幅度就不會來那麼大 台股也算漲少的市場 相對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在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 如果布蘭奇上來開始祭出QE 他採取這種量化寬鬆 當時市場上罵他是很多 因為大家覺得他會造成以零為貨 或是造成嚴重的通膨 這些景象其實經過到目前為止來看 美國到目前QE對美國經濟帶來的好處 正面的衝擊是大的 所以現在布蘭奇說8月要準備要下 他任期到了 但是看起來好像我一趕他會連任 但是現在美國至少到目前為止 表現是可圈可點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道瓊在20708年最高點 14198現在15000多 縱然最近回漲 他也沒跌破14198點 所以美股的強勢到目前為止 他還是世界超強 台灣其實我們跟美國聯動是高的 我們科技股尤其半導體 美國半導體到目前為止 還在高價附近 所以理論上台股應該會有一個 強大支撐才對 我想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等一下再回來 我們先請清文雄在這個聊天 你已經看到台北的電子電腦展 我想你也跟我們說明一下 你看到哪一些比較顯著的特徵 我想今年台北的電腦展有三大亮點 第一個就是說 華碩推出了三合一的電腦 就是平板 筆電跟桌機合在一起的電腦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它的名稱叫做Trio Trio在古典音樂裡面叫做三重座 對 也就是說當你把平板拿來用的時候 它是一個11.6吋的Android平板電腦 接到這個鍵盤上面 它變成一個Windows 8的筆記型電腦 最特別的就是說它這個鍵盤裡面有內含 Intel最新的Houseware的IC 這個Houseware的IC直接可以用HDMI的介面 接到華碩現在29吋的超高畫質 4K乘2K的螢幕 它就變成家裡的桌機 華碩這種利用時尚跟品味生活 結合出來的產品 讓我們想到了剛來台灣演奏的 這個小提琴演奏家 木特 木特 那我們想到了馬猶猶的大提琴 所以華碩這個創新是成功的 我們再看看Intel的Houseware Intel已經把台北的Computex 當作它的舞台 我們看在CES高通是它的舞台 但是今年Intel的副總裁 叫做Tom Carroll來台灣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叫什麼 但是他請了蔡110來助陣 所以把整個場面辦得非常的熱鬧 那Houseware強調什麼 他強調二合一的電腦 也就是說現在大家看 筆記型電腦今年大概會衰退 平板會超越筆記型電腦 但是兩個加起來是成長很大的 假設我們根據IDC的報告 今年平板會有2億台 筆電會有1.8億台 加起來就是3.8億台 也就是說 今年是平板熟度超過Notebook 對 但是加起來 全部都是半導體的生意 所以為什麼半導體欣欣向榮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D-RAM都好起來就知道 D-RAM都好起來了 因為平板需要用Mobile D-RAM 所以所有的大廠都去做Mobile D-RAM 所以造成D-RAM的價格從去年第四季的0.66 漲到現在的1.8 對 所以華雅科的股價也從1.79 漲到13塊 對 第三個亮點就是聯發科的8125晶片 是 聯發科的8125晶片 專門是支援平板的 這次連華碩也加入了 我們在1月的錄影裡有提到 聯想使用聯發科的晶片來做平板 接下來紅機也加入了 現在華碩也加入了 而且華碩這次的價格更犀利 它是129塊美金 也就是合台幣3870塊 比Acer的V14800塊還便宜1000塊 是 所以整個低價的佔局 雖然看起來好像不會獲利 但是我們仔細的想一想 去年華碩跟Google合作Nexus 7 結果呢 合作跟Apple合作iPad mini 所以他們都大成長 不僅他們大成長 也帶動了台灣的低價觸控供應鏈 我們看一下 支援Nexus 7的 彩晶跟核心 財經今年第一到四月已經獲利0.77元 核心是四年來第一次獲利 也就是說透過Nexus 7 這600萬台的訂單 讓二線的觸控產業有一個練習的機會 讓他們把良力Q起來 可能良力現在跟TPK差不多了 為什麼要提這個呢 因為現在Intel的Houseware就是主攻觸控 它如果你的是觸控筆電的話 Intel會減少30塊美金 Microsoft同樣也會減少30塊美金 現在我們看去年100塊的 Notebook的觸控面板 現在整體的價格已經盪到30到50塊 所以只要Intel在漲價 Microsoft在漲價 目標價399塊美金的 這個二合一筆電 將會在今年的下半年 同樣演出一場精彩的戲碼 所以現在來佈局這個Notebook低價的 低機期的股票正式時機 我想這個清文兄剛才講到 這三點其實都很有意思了 演奏上Apple的創新 大致上到一個高峰了 如果它今年沒有像iWatch 那種特別的產品出來 大致上今年的在智慧型手機 變成價格的戰爭 這個價格戰爭對中國的低價手機廠 有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今年其實在中國大陸的 在香港或中國大陸上市的手機供應鏈 我看有時候漲到10倍以上 所以這個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所創造的一個新的商機 是不得了的 那麼華碩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從這個 吃同胞同止錢分家之後 雙行都夠有進展 那也就在PC集團當中 品牌當中ASO明顯下去 但是華碩是一直往上的 那代工當中現在看起來 這個現在在這個同止錢這個部分 看起來它威力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它在品牌代工 雙方都夠有所斬後 那這個也是台灣在整個PC產業當中 是非常顯著的 再來就是印度所領導的一個 現在半導體的產業的盛況 我們看到會成半導體指數 現在就在高價圈附近 美光現在股價多到十幾塊 十五塊多 那這個就是在目前看起來 對台灣是非常有利的 那這個部分我要請教我們余投資長 就是說整體環境 我們六位走到這裡 你怎麼看下半年 可能會影響台股的變數 還有哪一些 我想台股大概兩個大的變數 一個當然是外在國際的環境的變數 那就像我們一開始提到過 如果說整個大的經濟的格局 它沒有改變的話 事實上過去兩三年 主導全世界的這個 股票市場的多頭行情 本來就不是在這個基本面 因為本來也不是在企業獲利 而是在龐大的資金面 所以在未來只要第一個 如果說各國的央行不在這個經濟 有比較明顯付出之前 提早把寬鬆的貨幣政策結束掉 我覺得全球的股市不會有大風跌 那這麼看起來機會也不太大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對台股來講 第一個外在的變數 其實不需要去擔心 那反而在經過這一段的修正之後 國際股市應該有機會在進行慢慢走穩 那麼對下半年來講 台股第一個當然就是在外在部分 我覺得是一個正面的注意 那在內在的部分 當然傳統在第三季 我們是一個所謂的產業上的一個旺季 那當然有很多新的電子產品 是在第三季的時候推出 我覺得也是一個正面 就是再加上如果鎮索稅的議題 在六月中能夠獲得一個 比較好的這個紓緩 那我想對整體的這個信息面來講 基本還是有非常大的注意 我覺得台股在過去這兩年 或比較長的時間 相對國際股市一直比較弱勢 我覺得就是信心的問題 我們看日本股市 其實上回來也是信心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東西的利弊 對長遠的影響 我覺得還有在時間的證明 但是我們講一個比較中短線的走勢 確實信心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好 我想最大的關鍵 在從08年到現在 從量化寬鬆經濟 給大家帶來的啟發是 各國政府開始開動這個印鈔票 創造貨幣寬鬆的環境 貨幣寬鬆的環境 造成股市的上漲 股市的上漲創造了財富效應 財富效應來幫助實體經濟 改善這種整個經濟環境的基本面 這是大概各國政府現在在進行的事情 對台灣來講 其實我們剛好在這段正手稅 當全世界股票在奔騰的時候 我們自己把自己泰山蓋頂給它壓下來 還有一個可能我們將來要非常注意的 就是說重難拿掉正手稅 那個傷害其實無法彌補 也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台灣的股票市場過去內資跟外資 本來就有很多差別 大概是不一樣的 因為正手稅以後 大家開始變成有錢人 變成外資以後 他突然發現我變成外資 好處都得不得了 那可以公開抄股票也沒事 然後稅又減低很多 從此他知道他不要再回來 所以你重難拿掉那個 現在就對正手稅很多 你最剩下就大幅10億以上 又加千文之一 但是基本上外資 內資變成外資以後 他不會再變成內資了 所以那個回來我相信應該是非常有限 那剩下就是說你市場信心回復以後 8500點那個心理的關卡壓力拿掉 多少有點幫助 但是我想這個就是當初我們在決定要開徵正手稅 外行人所做的決定 對整個市場生態 他不小心踩到地雷之後 現在回不來了 這個是我們講犀利人氣竟然告訴我們回不來 這個回不來 台灣的股票市場其實他已經回不到從前了 那後面的生態我相信會有很大的改變 這是可能我們未來要非常注意一個環節 等於回來之後我們再請我們慶文雄來告訴我們 其實在目前整個中國廉價手機 廉價平價的平板電腦的一個新的發展當中 其實中國大陸有一些產業鏈正在逐漸的成形 這個部分能讓我們來請教我們慶文雄